朝九晚十坐到人都散 吞聲引氣為了糧餐 找個雞碎那麼多 還說要捐 要捐 我老闆是個女人 咬人不是人敢扮 打公仔講起都傷心 唯有人 我忍 我沒有人 記住吃我會做 凡事都懂得看著臉色有錢好 熬到老闆看起我開始 懂得等於我們更 越攀越高 Music, 起床了, 要上班了 Music, 先吃早餐吧 睡得亂七八糟 方家就早上起床 上班又不願意醒 你怎麼進來的? 開門進來, 幹嘛? 我有鑰匙, 他給我 叫我上來叫醒他 你是他媽媽嗎? 要不然你叫他起床? 還給我鑰匙 我不是他媽媽, 但我是他秘書 他叫我做我也要做的 好, 阿孫姐 別說我嚇你, 掌掌的耳朵好 這麼堅忍 你搞什麼? 牙膠丸 牙膠丸這麼小事? 我經常想死, 但有什麼辦法 他說睡覺好像死了一樣 唯有用用被死的拿獸的方法 才能叫醒他 這樣… 原來塞他耳室 不用這樣的方法行不行? 行, 不用手就用口 不用手 賤賤 你說了什麼?她說什麼? 我說你再不起來, 我會減傷水浪 賤賤 真是兩毛女兒 拿下你的力度是一毛一樣 打仗要咖啡? 音樂, 為什麼你拆牙不在廁所? 我一邊拆牙不在廁所 除非你想吃牙膠當早餐 進去狼狗吧 好… 坐著幹什麼?起來 現在跟你很熟嗎? 誰准你坐下吃早餐? 任務完成, 你走了 那晚點, 我在公司見面 不用了, 吃完, 待會一起回公司 來吧 音樂, 上司和下屬之間 應該要留點底線好 上下溝通得好, 不是效率好一點嗎? 我吃還是不吃好呢? 音樂叫你吃, 那你就吃吧 什麼事?爆炸的 我的早餐已經準備好了 晨早就吃怕菊, 喝汽水? 不太健康 Queen姐姐, 你倆吃蛋夠膽固醇 夠不健康 換衣服 Miu직果然是西人 叫過媽媽做Queen姐也有 你想說什麼? 我很奇怪 究竟你覺不覺得一個女兒不叫媽媽 但一個媽媽又不叫女兒的情況 會不會是很奇怪嗎? 很奇怪嗎?家家習慣不一樣 我也覺得不奇怪 我女兒也叫過Levin 就是了, 家家習慣不一樣 就是了 別再談了, 我充公你所事 媽媽, 我家不是沒有染雞籠 任得你自出自入 我也聽過老闆吩咐做事 我家裡有門鐘, 你是有手指的 下次我教你怎麼做 那我先問老闆 Miu직在聽音樂 我想要遲點才能回覆你 其實我作為一個專業的秘書 也算是不說得了 正所謂一箱肉秘千人枕 兩塊臉書就任人打 該打 只求結果不問過程 這叫做專業 叫做不擇手段 你別用銷唐品的態度來秘書 那服侍你們倆和銷唐品有什麼分別呢 音樂是一個計劃 而你就是那個鎮品尖定 我要銷的計劃一定要有鎮品尖定 我無法銷的計劃 就無法銷的計劃 不知道你說什麼 服侍的老闆 也要服侍他媽媽, 純黃子寒 你明白的 是嗎? 好, 進去 怎麼樣?還不走? 想回去買一份燒煎餅嗎? 她什麼時候聽到 什麼時候聽不到 真的很難捉我 她什麼時候都聽到 謝謝飛姐 兩年半了, 為什麼還沒回來呢 你怎麼會一起回來呢? 你一身酒氣, 她哪裡來 一定是見客, 難道她耍什麼? 你耍什麼? 她耍什麼 她耍什麼? 很漂亮 很漂亮 Milson, 這兩個經理真是神神化化 你別陪她一起瘋 你是不是想找我? 是就和我的總統約個時間 你? 你不用明白了 我作為秘書 是不會爆我老闆的事 對的, 秘書有秘書的職責 之前推廣部的秘書因為失職 我建議他老闆, 解僱他了 你帶我的女兒去骨腸? 糟了, 你進來 你為什麼帶Milson去這樣的地方? 女孩子都吃虧了 Queen姐, 你有所不知 現在的芬蘭毒很文明 男女賓部是分開的 真的嗎? 當然 這樣比較好 這兩個經理算是離證 自己壞也好, 還要帶到Milson 那也不怪他們 是Milson主動提出的 而且還參觀了男賓部 你不阻止他? 我怎麼阻止他, 大哥 我只是秘書, 他是經理 再說, 過程其實我也很可憐 他是唱歌, 我是入歌 行了, 我不想知道過程 我想知道音樂, 還做了什麼? 這單單是他簽的 你看過就簽了 那單? 對, 全是音樂自己簽的 這張單單也是音樂簽的 不是, 他簽的 他們兩個經理說他新來新豬肉 就要他簽了 我作為一個古惑的占子 都不知道怎麼營這單單 不如你幫我處理他 你是秘書 你沒有好好看你的老闆 你自己搞定他 我是秘書, 你是他媽媽 小朋友做錯事 你是不是很應該負責任? 這裡是公司 不來的公司不分 其實你拍那兩個經理 謊話音樂很簡單 你大可以公開你們母女的關係 那這些狡猾就不可以有機可乘了 我知道, 我不介意公開我們母女 不過不知道音樂怎麼想 你大可以問問他 我問過他了 音樂說他沒想到, 想到才告訴我 擺明就耍你了 你走東他走西吧 我知道的, 我們分開了十幾年 他對我有點生疏 我明白的, 我不怪他 真是大量 但連媽媽也不叫我Queen姐 真的很難喝 把口是他的 他不肯叫我可以怎樣 你說 我怎麼跟你說這麼多家事 我怎麼知道 出去工作 一個人很硬, 你跟他硬碰碰的人 如果有個方法就會好一點 什麼方法? 你幫我搞定特丹, 我就給你一個方法 女兒, 什麼事?Queen姐 女兒, 待會開會 你幫我印刷案件出來 好… 女兒 Queen姐 你要泡水嗎?先給你泡 謝謝Queen姐 音樂 上次的一份午餐已經放在你桌上 你看完沒問題的, 簽名吧 好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Queen姐今天好像心情很好 沒有, 今天她的腦子有點事 是女生都叫女兒 不是, 她平時也是這樣的 她有時候興奮上來 連我也叫女兒 但我覺得還不錯, 挺溫暖的 這麼喜歡叫你女兒去變性 我有想過的, 我不夠錢而已 怎麼樣? Yoshi, 我沒有問你什麼 嚇口嚇臉, 狗成嚇醋 恭喜你, 變成 你答應到成功的第一份 大廳 大哥 看來 MAST 屁股, 這個名字適合嗎 挺好的 MAST BREAD 今晚吃什麼菜, 當然是炸蝦、炸魚 炸排骨、炸豆腐, 吃完了嗎? Mario, 機車好吃嗎? 吃得好, 姑姑, 回來了嗎? 兒子, 什麼時候全街改英文名字? Milk幫我們改的 你說Mario, 適不適合我? 在美國喊開英文名 回來喊中文名, 總是不習慣 像是Queen姐, 整天叫舅舅舅 沒叫到老闆, 改英文名字 配合潮流也好 我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你真沒記性, 你叫Margaret 以後Martin、Mario、Margaret 還有我的音樂四個, 就是一家人 是呀… Mario, 我們的媽 寶塞姐中的挑戰賽開始了沒有? 在等你的音樂 好, 出發 你們兩個真是大小孩 整天顧著打遊戲機 小孩, 我好像他這麼大 已經擔心頭家了 你怎麼整天踩自己的兒子才行 阿羽還未夠一歲就懂得叫媽媽 那Milk比較厲害 我記得他還未夠十個月 已經懂得叫媽媽了 是拜過半月才對 他兒子還未出齊, 已經懂得說話了 小時候懂得說話有什麼用? 似乎他回來這麼久, 都沒見過他叫你一聲 媽媽 開飯了, 這麼多話說 我這個兒子沒什麼好 我們兩個兒子只有一種感情號 你小心點 媽前媽後三分險 又什麼? 生兒子不知兒子心肝嗎?你記不記得? 他小時候做錯事, 怕你打就叫媽媽打 不要打 逢你買新玩具就叫媽媽 那次更離譜 回口放榜零分 一進門口就叫母親大人 鵝梁 鵝梁 我這個稱呼我沒聽過 這次叫鵝梁, 旺兒, 你有什麼需求? 鵝梁, 你真是冰雪聰明 心靈下意的想法 我想要一輛二手車 我只是二手車 給鵝梁看過? 是 這是什麼?鵝梁, 像蟑螂一樣 Margaret, 這輛是法拉利, 不是蟑螂 這輛是法拉利的新車, 很貴的 現在二手車很便宜, 百多萬 拍了你, 百多萬輛二手車 你瘋了嗎? 這次你找額梁也沒用了 找黃亞馬幫你 黃亞馬? 拿著, 無形也沒得商量 傻子, 說了Margaret和Martin 不會理會你的, 進來吧 Mario, 你那個是自動球牌 滾球車那邊開就行了 好了…我怕你了 你明天約了Martin和Margaret出來 我幫你考… 是呀, 你叫Margaret不要煮飯 好…再見… Margaret明天不煮飯, 自己賺錢 彭少爺 什麼?飛星卡拉OK嗎?豉油街嗎? 好…來… 但我出來別那麼快散 什麼?轉場喝蓋吧, 怕你嗎? 好, 你這麼晚還要出去嗎? 你想說什麼? 你把那兩個經理貼在那裡 是沒好處的 他們叫你出去買帳 找你笨, 找你捷證單 還有, 今天那筆單 我不會讓你捷證的 停 如果你想說公事的話 明天回公司再說吧 姐姐 什麼態度呢? 這麼喜歡亂進人房 做秘書這麼多年 還沒學懂什麼叫尊重私隱 別再跟我玩這一套了 那你想玩哪一套? 就當我用媽媽的身分跟你說好不好 我知道你還在生氣我 你不叫我做媽媽也不要緊 玩我也不要緊 但是現在你每晚出去抱 你不睡覺會傷身體的 你今晚又打算跟他們玩了幾點 我怎麼知道 你不是真的當我十五、十六 不管不舒服嗎? 你… 好, 就算當大家是同屋主 你什麼時候回來 都要通知你的隔離房, 是嗎? 對不起, 我在美國沒有室友 我住在酒店多 你當這裡是酒店? 你看, 你把一屋都弄得亂了 四處都是薯片, 汽水替你亂扔 我請你收拾好才走 好, 我收拾, 先回來 你… 請你現在出去, 我要換衣服 室友服務, 請 麻煩, 麻煩, 麻煩不是我打電話號碼的 我知道, 你慢慢等吧, 再見 來吧, 你… 就這麼多了, 想再重複嗎? 我一樣我死了, Queen姐, 有什麼鬼話 對了, Levin 通知苗經理, 來會在三分鐘後 就要開始 有什麼問題?但你有沒有留意到 她就站在那裡呢? 得我說 老闆, 我們會在兩分二十八就開始了 Levin, 幫我告訴Queen姐聽 這個會議我想廣告三十分鐘 好, Queen姐 寶貝你, 我希望你尊重公司的制度好 開會時間不是就你一個人 蘇先生和兩位經理 已經在會議室等著你了 這三十分鐘 我讓Levin準備一些非常重要的事 待會開會用的 希望你會知道時間的重要 要經理等三十多分鐘 是會令公司的損失很大 三十分鐘也不等損失更大 我想蘇先生不會介意等多一會吧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光陰指戰日月如梳 真的就這樣過了一分二十八秒 其實三十分鐘不是很多 可否讓我做那些很重要的事呢? 好, 例會是二十八分鐘之後開始 一秒也不遲得 去 其實規則的東西可以大勝出 四、三、二、一 老闆, 我照你的意思 在公司樓下用九秒九百一百公尺的速度 唯一一圈買光, 你要我買的東西 現在我給你一個報告 好的 咖哩魚蛋、魷魚、牛雜和豬大腸 就在對面街上買 生菜、魚肉、碗仔廁就在鑽角買 而雞蛋仔、隔壁餅燒賣就在樓下買 隔壁餅裡面的煉奶就千萬不要買 你一樣也沒漏到 很好 不好意思, 要大家等這麼久 我們一邊開會一邊吃 你剛才說要等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等這些嗎? 當然了, 吳田飽吐怎麼開會? 彭少爺, 小心吧? 當然 Level, I'm proud of you I'm very proud of you 自己拿… 好, 幸好我請問周先生 周先生, 要營餅燒賣的二百多元 沒得捐, 我們現在開會 不是開大食會 莫說你這張單沒得捐 之前那些桑拿、骨頭、卡拉OK 這裡沒得捐 那些我稍後再求你 但這裡二百多元是我自己給出來的 況且我還是老闆叫我做, 我才去做 那就和你的老闆捐, 你以為樣子都可以捐 Blame, 你現在當公司是提款機嗎? 那又不要說得那麼難聽 難道真的要同事貼錢打工嗎?Queen姐 Summer, 反笑, 與你們無關 Queen姐針對我 我… 我做事就是對事不對人 只是那些不夠成熟的人 才會搞個人針對 這樣叫對事不對人嗎? 音樂, Queen, 大家一起問我 蘇先生, 我知道你很想我們和氣合作 但音樂太過分了 你不可以這樣打中他 是, 但音樂始終是新人 他想建立同時之間大家來和談的關係 需要一點… 不用再說了 我最清楚這個音樂 他一向是一個無規無矩的人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Queen姐, 你會不會太生氣 不知道自己說什麼呢? 你… 什麼意思? 我…我的意思是… 你違反了公司的規則, 就是你不對 無論職位多大多小, 都是不對 我做的每件事都為公司著想 開會期間, 吃這些什麼餅 這些魚蛋, 對公司有什麼益處? 咖喱魚蛋, 牛雜, 豬皮, 甲仔餅 這些全都是旺角最受歡迎的小食 我剛才派Levin去做資料搜集 希望可以了解一下附近這幾間小食店的 價錢定位、食物質素、地點 和客人的消費模式 打算和各位開會研究一下 有沒有需要吸納一些同類型的小食店 進來我們的傳奇店 好厲害 你的腦袋也轉得很快, 繞得很快 那卡拉OK, 桑蘭凸骨, 又怎麼解釋? Queen姐,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去的場所全都是公司附近的? 你別告訴我, 又是資料搜集嘛 正確, 親自出馬才能取得最準確的資料 老實說, 烏Sir這麼遠請我回來 做公司管理員 其實還是希望我可以幫公司大肆改革 我留意到我們的商場自從開幕之後 這麼久還沒做過同類型的研究 不過不要緊 我已經準備好一份有關資料的報告 傳給Susan來 我想烏Sir應該挺喜歡吧? 這樣, 其實我找不到機會跟你說 那份電郵我昨天已經收到 那個資料非常好 對於我們日後的專頁來講 對改革很有幫助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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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讓你不聽得懂 為何你發了電郵給蘇先生 我會不知道 為何你不施施一份複製給我 你未經過我發電郵給蘇先生 就是你不騙 你違反了公司的規則 根據公司條例 我就紛紛在外出, 為何你… 我知道, 我知道你還在生氣我 生氣我這麼久 也不肯叫你一聲媽媽 我現在叫, 媽媽… 媽媽… 媽媽, 滿意了嗎?開心點了嗎? 媽媽… 真是的, 媽媽… 致同心的男生 然後給我運氣… 我已經認真了不起 我自己在後面 你真的愛你 然中國公司 我為何要崩壞 我為何要崩壞 好… 我為何要崩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